那个那个那个是我们用人民币换 然后200美金也是用人民币换的 然后进去一看钱少了 钱少了然后我就跟他确认两三遍 我说你动了钱没 因为我们不能去一边玩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没有 我就叫他进来 然后看着黑人不要让他动 动了他到时候人拿你去 你收不到就是个问题 我叫他说你是不是拿了钱 没有啊没拿起来 死不肯承认 死不肯承认 他说要么你看我给你一分钟 你要么自己拿出来 要么我叫警察 要么我来收拾 他做了以后把钱拿出来 他说对不起老板我错了 然后你让他走了 然后早上后来他自己老板过来 开车票 OK 这很正常 我跟你讲迟我 我遇到过非常多 我说有可能也是我们的错 我们不该留他一个人 不该留他一个人 再加上有时候 我们自内部有时候 就会觉得 大家熟的话没有关系 但是这边真不是 我知道 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对 两个人都出来 我马上冲进去 对对 陈美大喊一声不好 光了宝都冲进去了 我跟你讲 我正觉得在非洲 你要是这种小偷小摩 特别是你自己家的这种 就是说你请了保姆啊 或者是请了这种 司机啊之类的 不要诱惑他们 不是真的是 斗智斗勇 你知道吗 我有试过 我们有一个司机也是新请的 而且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客户介绍 然后说是他的brother 那好 我们就请他过来了 然后过来 我们才几天的时间 我就一直都感觉 因为我这个人是 我不太care 就是包在那里 我就扔在那里 然后钱就是 比如说人家找了钱 也就是随便塞在哪个位置 然后总感觉我明明塞了钱 但是又 怎么又没有了呢 我就奇怪 然后我后来就 你自己有点对自己有点怀疑 我到底塞了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我塞了 还是没塞 我就忘了 后来我就特意 我就放了五美金 特意放了那些带子 还要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放那里 我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大概五分钟我就出来 出来之后 我就去看 然后特意问他 我的钱哪去了 他说 我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我下车钱我才放的 然后他说不知道 然后说你把钱拿出来 给我看一下 我说你有没有钱 你把钱拿出来 给我看 他说我有钱 我拿出来 那张人就在那里 然后我说 那我们进去 因为我想让其他黑人来压他 不是我自己去弄的 然后我说 钱上面有我的名字 你说 你看是不是拿我的 是不是拿我的 然后他说有吗 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有我的名字 你知道吧 然后当天他就 我就跟我们代理家说 不要他了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后面还有好几次 有个有是保姆的 保姆的 保姆的我们不敢收他生 因为我们在男 如果是男的我们都收他生 女的 女的我们就不敢收 不敢收 那他一直不肯 我们本来也是说要警察来 但是后来我们代理就跟我们讲 算了如果不多钱 所以就让他走就好了 那我们就后来就不要他了 有一另外一个中国人 他那个时候他刚去 他去到那里 他请了一个保姆帮他洗一碗 洗碟子啊 洗衣服什么的 但是他锁了大门 不让他走 因为他白天早上就出门了 晚上回来 你把他说你自带口袋 对 再开门再让他回家这样 然后他回来之后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明明记得他 忘记掏口袋了 口袋里面有几百美金 他说他明明记得有钱在里面 你知道找不到 然后他说他收了那个人的身 没收不出钱来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 当然打电话叫别人家来 自己都在怀疑自己 没有他很清楚 对他说因为昨天晚上他才收的钱 他换了衣服就没拿 然后他说他确定那个钱就在那里面 然后他就叫我们去 后来我们去了 然后我们也是跟他讲说要找警察 他也不怕 他也说我没拿 就坚决说没拿 真的没想到我们就开始想办法 就想到底他是不是扔出去院子 让人家拿走了 还是说还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面藏着 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去找 后来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哪里找到钱吗 在一块围墙的那个破桩里面 找到了一百美金 这就是说你必须单场找到 对 但是就不让他出去 然后还在哪里啊 还在一个树头的压 树的石头 底下有个石头 那里压着一百美金 那还差三百美金啊 哇丢了不少 对啊 总共五百美金 然后我们就这样讲 我们就说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了 我们说找不到不可能啊 因为找到两张了 不可能找不到其他 如果其他都没了 那就是扔出去给别人的拿走了 对 后来我们就想 后来那个陪伟也说他没有 他没有手机在这里啊 他打不了电话的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他已经在这里我们去找 结果在他那这个牛仔裤的那个 内侧 就是怎么讲那种皮带的 里面不是有双层的吗 有一个口破了 把它塞到里面去一点点 能找到也算里面不容易 然后真的不容易 还有在那个鞋子 在那个鞋子里面的最尽头 他把袜子给脱了 就把它一直推到前面去 顶住 对顶住 然后他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说不错啊鞋子 反正就斗智斗勇 感觉把这五百美金拿回来 哇靠 然后那时候大家要找他 找到真不容易 是啊 后来就说算了这种事不要搞麻烦 找到了就ok了 这种事很多 真的是都是自 只是我们这么少钱还好 因为我们都没放大钱 你知道只 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 我们自中国人 有时候不太注意认为 跟了你好几年的人就可信 嗯 他们很多人是跟了好几年之后 去让他们去做 收钱啊什么都让他们去做 一开始都没有问题 可是最终出事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做的 我们在甘果金有一个 有一个老人家 就是我们家的老甘果了 然后很多年很多年的朋友 然后他有一个小黑是说 那时候还是小屁孩这样子 就跟着他长大到现在 都已经二十年左右了 那应该一直都没有 混得不错了 对啊一直都没有 可能也没有多少钱了 反正就一直一直觉得很老实的 有一次他们喝酒之后 发现大家就怎么奇怪 今天晚上大家都喝醉了 因为他们东北 没那么容易喝醉了 然后结果都发现醉了 然后有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多 然后就看到他们的司机 就已经开始在收东西了 在他们家里收东西 对 然后他起来喊他的时候 他拿着棍子一过来 把他的腰骨都打断了 哇 然后我拿了一些钱就走了 养了二十年了 对啊你以为啊 很多都是啊 上次有一个做手机的 呃好像说前辈拿了五万多 还是两万多美金 也都是说跟了他多少 刚才七年还是八年的人 而且一直都觉得很很可靠 那这个就不是说分享的问题了 这个是结财了 是啊 结财越过了 就可能他遇到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已经摸熟了觉得也没有什么 有水在好捞了 那来一杯大的 来一杯大的我就走了 然后你那些 你知道他已经离开那个现场了之后 你就算把他人抓到你的钱也没了 没有没有了 你要不回来的 我当时就控制就说 那黑人不要出去 是啊 先找一下找清楚再说 你那个是什么呢 这个酒店 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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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吧 刚过来的两个晚上不行 你干嘛 没事 生病 干嘛 你要不要加点蜂蜜 那就是给他加点蜂蜜 那个我来 你来加 这个蜂蜜不够蒸吧 没那么香 这个都很甜 我一直都没有喝这个 你知道吗 我一直都只是喝他的茶 或者是加奶茶 然后今天我跟一个代理 我点了茶 他也点茶 然后他说叫他喝蜂蜜 然后我就说 后来我就说 被发现 好喝吗 然后我就说 他说很好喝 他说他每一天都要喝蜂蜜 因为我看着他很年轻 我就说好吧 我也试一下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蜂蜜没香味 就是甜 那应该是经过加工还是怎么样了 如果是村镇的话 那就搞不懂 因为没有花香 我带了好 我带了好多蜂蜜回家 真的 这边了 这边我都还没回去了 怎么带 我在刚果金 以前去乡下 去乡下 我们就会 路上 会有一些是很真 路上的我们都怕 然后我们家 我们自己的代理 就到他们乡村里面去收 但是他里面杂质有点多 但是他是真的 过滤的 过滤的不好 非常真 但是他就是有杂质 但回家了之后 如果你再 再把它过滤一遍的话 就很好 国内你告诉我找蓬佩 他也有 是吧 我们去正宫拍了一次蜂蜜 是吧 正宫去蜂蜜那边拍了一次蜂蜜 到底是哪种是真的哪种是假的 你可以直接就是从箱子里 我给你我给你寄一小盒子 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哈哈哈哈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带一些 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去 哦 国外的东西毕竟不一样的东西 嗯